老公和别人同居两年,我愣是乖顺的一个电话没打,不作不闹,在家把孩子公婆照顾得妥妥的,付出时,我倾尽所有,收回时,我滴水不漏。 昨天,线人通报,不知何事,老公和那女人吵翻了天,这是他们第八次吵架了,我觉得时机成熟,时机成熟,今天,开始计划第一步,站在三十层楼顶,任风把清汤寡水的情绪吹出褶皱, 我拨通王达的电话,依旧是她的情人兼小助理三一接的,依旧是那句话,王总在开会,我争宁了面孔,现在不把电话给她,我就跳下去,看你能不能脱了干系,威胁成功,男人的脸出现在视频里,我立马生泪俱下,我就是想问问老公,两年了, 你可还记得回家的路,男人眸色一阵,因为我不想离婚,他就用不回家做要挟,一晃两年了,儿子女儿包括父母在我的照料下,平安顺遂,今天未见他一面,用跳楼威胁,臭男人一定觉得他魅力无限,女人离开他都得死,让我回家,打个电话就成, 跑楼顶干嘛,我没敢说他的电话都被三一拦下,也许他是心知肚明的吧,管他呢,孩子们也想你了,再不回去,他们都觉得你阵亡了, 胡说什么,男人低沉的声音带着雌性,与我在吴波兰,晚上回去,收拾起眼泪,收起抽筋把骨的痛和满心的伤,抬腿迈下楼顶,这么热的天, 上面风还是蛮大的,怪不得古诗写我欲成风归去,唯恐穷楼欲语,高处不胜寒,把自己滴到尘埃里,算不算别样的高处,心情莫名的好,连阳光都觉得明媚, 真的,两年来,外面温度无论多高,我都感觉寒静静的,北风刺骨,一年四季脸色苍白,父母非常担心,总让我去医院检查,心里结了冰,喝云南白药也没用,照例去父母家转一圈,老妈一把抱住我,泪水连连,侄女莫若母, 两年来的委屈妈妈一清二楚,我抹掉老妈眼里的泪,弯起嘴角,妈,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不愁吃,不愁喝,我就是做给她看,恶心恶心她,也许恶心的是自己,但我要开始行动了,这只是第一步,我压根就没想跳楼,更不想死,我也知道, 她今天不会回来,三妮拼死都不会让,什么时候回,就看三妮在她心中的分量,从吵架程度看,我觉得等不了两天,和老妈去超市逛了一圈,捡最贵的,买了一厚备箱,当然刷了她的卡, 这两年她不回家,我省吃俭用,害怕花多了,变成她离婚的借口,努力把自己变成透明人,降低存在感,今天开始大胆消费,好像谁不会花钱似的, 她信息第一时间过来,买菜了,我看着聊天见面,网上翻了翻,不是好笑,是好玩,内容出奇的一致,她问,离婚吗? 我回,不啊,她问,为什么? 我回,孩子,一天一问,MD,七百六十问,春节都没放过,我知道是三妮发来的,她很宠她,手机她可以随便拿随便看,别说我这个老婆羡慕,被男人宠成这样,天下女人都羡慕吧,今天的内容变了,看来是她发的, 我回,嗯,庆祝你回家,心里一潭死水,其实,放弃一个人很容易,容易到长须一口气,生活继续,对了,买个包给我押精,老娘也不能白作死,要爱马仕家的那款限量版,不买我就闹到公司去,她不怕我死,怕我去公司闹,那款包是二万, 没敢要太多,我的命也就值这个包,要多了,她会不理我,晚上接孩子回家,看着一儿一女,这是我忍辱负重两年多的底气,比这再难我都可以,有敲门声,开门,是包送到了,现在就是方便, 一个电话,闪送到家,我也不含糊,直接打给二手店,新鲜出炉,还热乎的包子,给的价格是十一万八千, 我把钱存进老妈卡里,没追问为什么没回,但凡埋怨她都是我不懂事,都是对钱的不尊重,领着孩子玩了一会儿,女儿问爸爸回不回来,我说,爸爸很忙,我们花的钱都是爸爸辛苦挣来的, 所以我们要允许她夜不归宿,允许她缺席你们的成长,我发誓,妈妈会一直陪着你们,一直,睡前,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老公,晚安。 不管你在谁的床上,一定要安哦,一家老小指着你吃喝玩乐呢,老公手机发来一段视频,两颊飞红闭着眼睛,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女人没露脸,但我知道是三一,大家都叫她三,只有我叫她三一,最初知道老公出轨, 就是看了她发来和老公接吻的视频,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怎么一边亲嘴,一边录视频,一心二用,不影响心情吗? 我承认,她漂亮,大长腿,高鼻梁,尖下巴,大眼睛,嘟嘟唇,比小时候玩的洋娃娃还好看,第一次见面,她看我的眼神充满敌意, 我就知道,她一定和老公发生了什么,所以才敢针对我,就商量老公能不能辞退她,老公像听天方夜谈似的,你想什么呢?她又没做错什么,辞退你都不能辞退她,也许她知道了我容不下她,公然挑衅,当晚就发来和老公食指相扣的照片,老公一夜未归, 接下来,她几乎每天都发,老公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我这个老婆,我玩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老公厌恶的眼神像刀子,凌迟我所有的自尊,片甲不留,照镜子好好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我什么样子,还不是拜你所赐,十年夫妻换一句像什么样子,但凡有一点骨气都离婚一百次,我是那没骨气的,那段时间,看了恩殿,我的前半生,觉得自己像极了罗子军,比他还多了个女儿,可是,却没有唐经那样的闺蜜 贺韩那样的贵人,离婚,能分撒瓜俩枣,孩子的抚养权都争取不到,剧情很丰满,现实很骨干,我开始丧偶似婚姻,好在那张工生活费用的卡没断, 我羡慕一切,敢于以死向逼,杀伐果断的女人,羡慕一切让背叛家庭的男人,身败名裂的女人,而我是活得最窝囊的那种,夜里,眼泪把被子打湿,感觉到胸腔的窒息,痛苦又绝望,甚至有一瞬,我以为我会疯掉,流到唇边的泪都是苦的, 婚姻真的是很薄良的东西,我服软,保证好好带孩子,事后公婆,不干涉她的生活,因为她拿出离婚协议,上面是我十年在家不工作,没有经济来源,那一百万的财产分割都是对我的恩赐,我想问问,没有我她哪来的儿女成双,怎么会后顾无忧,但她嘴大, 她说的就是离,忍不了也得忍,这个婚,我离不起,忍了两年多,终于忍到两人蜜月期过去,不再铁板一块,大炒三六九,小炒天天有,我伺机而动,老娘要心账老账一起算, 王达在第三天晚上回来了,陪着孩子玩了一会儿,然后跑到书房处理文件,我泡了杯龙警茶,轻推书房的门,听见他正在打电话,我不会和他睡的,晚上不是为了你才回来的吗? 宝贝,你差点累死我了,呸,正好和我心意,我还嫌脏呢,我强忍着恶心,轻轻地把茶杯放下,尽量用柔和的语气说,都快四十岁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他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宠溺地对电话说,关好门,乖笨蛋,我有片刻地恍惚,浑出的时候,他也总是这样叫我,说我单纯善良,工作太辛苦,担心我受委屈,那时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 然而现在,他只是给我带来巨大委屈的人,是的,每一天的委屈,我都会百倍奉还给他们,只要你乖乖的,没有人会动摇你的地位,他不再提离婚,像施舍一样居高临下地对我说,我低下头,顺从地表示感激,亲爱的,能不能每周回来三天呢? 孩子天天都在找爸爸,我都快编不下去了,这是我计划的第二步,他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七百多个日夜,我赌他的新鲜感已经减弱,我需要把他叫回家,只有在他的面前,我的计划才能进行。 三一发来一个和王达的暧昧视频,我第一时间回到,辛苦你了,他不再爱你,叫他回来有意义吗?他似乎很生气,我回到,爱太奢侈了,我承受不起,我只能羡慕他爱你,早晚你会滚蛋的,他似乎非常愤怒, 我请求你,让我有一个地方安身,照顾好孩子,让你们无后顾之忧,不管是年龄还是气质,我都输给了他,表现出柔弱的一面,慢慢地策划着,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孩,大胆地介入别人的家庭。 公然挑战原配,我赌他也不是什么好家庭的孩子,我早就秘密雇了私家侦探,了解了他的出身和感情历史,当你不再对男人抱有期望,只想要照顾孩子,父母和自己时,心里一下子明朗了。 这两年,我抱了一个跆拳道班,尽管瑜伽,模特或者唱歌,跳舞更适合我,但我喜欢跆拳道,希望有一天能够将王达举起,摔在地上动弹不得,然后像看待一只废物一样俯视着他,大声骂他。 拉几,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坚定地对自己说,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我知道他会在书房里睡觉,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端着一杯牛奶去照顾他,这一点一直都是我擅长的,他看着我眼中的欲望。 扯开衣扣,椅在椅背上,我脸红如火,有意无意地玩弄着手指,轻声问道,亲爱的,今天去看了妈妈的房子,太旧了,能不能给劳两口换一套新的,带电梯的那种,说实话。 除了不忠,王达对我的父母一直都很好,现在,他也觉得对我很愧疚,气氛也轰托到了这一步,他揽住我的腰,亲一下,就听你的。 你先跟财务说,然后我再亲,我也会进行一些讨价还价,他的眼中燃起浴火,随即给财务主管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明天准备一笔钱,数目由我来决定。 他打电话的同时,我绕着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偷偷地发了一条信息给三妮。 你的男人是否想和我有个春风一度? 电话结束后,他挣脱开我的手,起身走到窗边,略显不耐烦地说,你怎么还不睡,想我了吗? 好吧,只是一晚上,我们开着视频,我转身出了书房,关上门,然后给另一个女人发了一条信息。 你赢了,三妮是本事人,她的父亲赌博,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她能够长大,真是侥幸,前几年她的父亲还送外卖,但最近好像有了点钱,开始在麻将馆吃住。 虽然她的赌赌不大,但她总是输,因为在麻将馆结识了一个女人,她输钱,而那个女人则获胜。 我吃笑了一下,只有这种家庭才能培养出如此没有道德观念的孩子。 我猜测,三妮和王达吵架很可能是因为钱,她父亲那个无底洞需要资金。 回到卧室后,我打电话给思佳侦探,你能够查看我丈夫的手机转账记录吗? 我认为,三妮得到的钱很可能都是从王达的手机上转出去的,公司财务不会直接打款,这样做不明正言顺。 思佳侦探表示,这有一些难度,因为手机涉及到个人隐私,她建议我自己查账,并截图保存,最后再删除浏览痕迹。 但我面临更大的难题,我根本无法接触到王达的手机,所以怎么查账呢? 但这并不是急迫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买房子。 过了一周,我直接去了王达的公司,顺便买了一杯卡布奇诺和慕斯蛋糕,听说三妮喜欢吃这些。 当我出现时,她一点也不紧张,依然嚣张自大,满脸得意,我没有理会她的态度,露出讨好的微笑,用声音大道让王达听得见的方式说, 顺路给你带来你喜欢的咖啡和蛋糕,我并不在意她愣住的表情。 从容地走进了王达的办公室,她一直不喜欢我出现在她的公司,觉得我不够高大上。 我一直好奇,既然她看不起我,为什么还要娶我呢? 也许是因为我对三妮表现出的善意让她高兴,也许是因为一夫一妻的安排满足了她。 总之,她看见我没有皱眉,而是站起身来,走到沙发边坐下,我也悄悄坐到她旁边,尽管我感到恶心。 是的,自从发现她出轨后,我对她感到恶心,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我恐怕早就当面吐出来了,来这里有事吗? 她问道,我憋了一口气,脸胀的通红,垂下了眼帘,答应孩子每周回家三次,孩子等不到你,想你了。 实际上,我是在说,我想你了。 她表现出一副满足的样子,老婆不吵不闹,男人很幸福,这是她引以为傲的点。 我晚上回去,她说,我看了一眼门外,其实不用了,别让她不高兴,她年纪小,任性一点,而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不必太计较。 我说这番话时,忍受着恶心,她的眼中似乎闪烁着欲望,我低声在她耳边说,这里是公司,别让那个小妻的女人生气。 我回家等你,我扭动了一下腰部,然后离开了房间,她目光中充满欲望,说,把她惯坏了。 亲爱的,我父母想要买一套更大的房子,这样他们住得更方便,他们只有我一个女儿,将来也会是我们的财产。 这个事情问我干嘛,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起身抱住她,她的脸正好贴在我胸前,因为将有劲千万进账,心跳加快,让她误会一下没关系,我感觉她身体僵硬一下。 真不是人,竟有了欲望,我低头在她耳边轻声说,这里是公司,别让那小醋包闹起来,想我回家。 我扭动腰枝,开门,逆着三一,你男人叫你呢,垃圾就要和垃圾在一起,看好了市中心的大平层,八百七十万,财务不打款。 说王达交代四百万左右,打听到上午她要接待几位重要客户,稍作打扮,再次现身她公司,不顾三一阻拦,气喘吁吁说,老公,气死我了,你岳父岳母,相中一套大面积的,说要和你住一起,离不开你。 还说,孩子一天一天大了,不算客房,都得四个房间,四百多平正好,客户睁大眼睛,王总要买房子,不等老公作答,我先抢着说道,我们家王总孝顺父母,连我的父母都一起孝顺了,这不我父母住老旧小区,非要给他们在市中心买套房子。 客户直接点赞,把她嫁到这了。 王达豪气地给财务打电话,听太太的,我巴基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早点回家,给你做好吃的,我看见三一脸都绿了,又得做王达几天了,与我合肝,还是有关系的。 她把王达做回家了,她也要买房子,八百多万,王达也不是傻子,怎么会给她呢?嘴上说她重要,可以为她不要我和孩子。 可是,真让男人付诸行动,我想她宁可给我都不会给她,我毕竟是那个糟糠之妻,真诚无容置疑,是后来多少红颜之己都比不了的赤诚之心。 再说,他们在一起,也有两年多了,男人都是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不成蚊子血,也成米饭栗子了。 我做了王达爱吃的菜,他吃的狼吞虎咽,这就是人的本性,总吃饺子就厌倦,想吃点别的,吃了两年,又觉得饺子好吃了。 可是,凭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咱也不敢问呢,也不能问,没到时候,夜幕似合,我故意磨磨蹭蹭,看他睡熟了才上床,真的嫌脏,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我太难了,他翻身手搭在我身上,我都紧张。 男人和女人的心理绝对不一样,三妻四妾男人觉得是本事,而和其他女人共用一个男人,我无比恶心,但还是发了一条他睡着的照片, 我的男人还是我的男人,仅三妮可见。 呵呵,王达一定以为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呢,天不亮,我就起床了。 我害怕男人醒来有什么动作,实在无福消受,为了找个好的借口,我开始进厨房和面蒸包子,费事费力,省得男人疑心,到时间了,我先把孩子们叫起来, 然后一起站在王达身边叫他,睁开眼就看见儿子女儿荣嘟嘟的小脸,所有人都会心软吧。 王达一咕噜爬起来,嘴角上扬,表情也跟着放松下来,我微笑着说,儿子他们班的小朋友都买教育基金了,我们要不要买? 趁他嘴角还没收回,我及时提出给孩子买点保险,女儿小,买更合适,那就买吧。 他随口说道,儿子,女儿,快来谢爸爸,他给你们买教育基金了,我拿过他的手机,就着他的指纹,转过来一百万,他看着那么多灵,刚要质疑,我抱住他们三个, 剩下钱,我想买衣服和包包,不想穿得像老妈子似的,给你丢脸,我没告诉他,给父母买的房产证上写着我母亲的名字,和他没啥太大关系,我还是低估了小姑娘,一家四口还沉浸在祥河里,王达手机响起,视频里,他站在我们房子的顶层, 哭声烈烈,王达,你说过不和他住一起,你食言,你这个骗子,看来,昨天的照片起作用了,倒是年纪小,住不住一起有那么重要吗? 他的重点不应该是买房吗?可是,我想看他表演跳楼呢,因为当初我闹时,他说我像什么样子,他表演得很壮观, 不知道在哪找来那么多围观的人 他开始逼婚,如果王达不娶,他就摔死,他哭得很卖力,妆都花了 我纳闷,来跳楼要死的人,化妆干嘛,给鬼看,现在弄得比鬼还难看 Andy,失策了,到手一套房,失了一个婚,不太划算 我忘了,三一这两年被王达惯得是宠儿骄,不能回家,不能和我睡觉,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是我不自量力了 我和王达冲到楼顶,看着他与王达讨价还价,我二话不说,直接冲了过去 他也不是真想死,一会真威胁成功,我的婚姻就没了,那意味着我的钱也没了 这才到我复仇第二步,还有第三第四步呢 没到羡慕的时候,他注意力都在王达身上,没想到我迅速冲过去 想说别过来都没来得及,我就紧紧抱住他,然后对到王达怀里 看好你的人,让着他点儿,王达拧眉,脸色阴沉,谁让你跑过去了,多危险呢 他不是应该担心小情人吗,我翻了个白眼,一字一顿,你忘了,我也这样表演过 他浑身一震,骨节因为太用力,有些泛白的双手,一下就失了力 我觉得挺好笑的,因为不爱了,所以没办法感同身受 现在最爱的人也要跳楼,他才共情 可是,谁稀罕呢,倒是三一,不谢我救命之恩也就罢了 睫毛叶阴晕到眼皮,两个黑洞瞪着我 好像要把我吃了,为什么要救我 他问我,我懒得理他,转身离去 看着天边云卷云书,还是没忍住,在一个垃圾桶边呕吐,这次真的恶心到了自己 我和王达商量,想在实验中学附近买套学区房 那个学校是市里重点中学,生源一半是看学习成绩,一半是看学区 我们家两个孩子,买房是刚需,很划算的 这是我的第三步,王达脸上露出难色 毕竟那套学区房价格不低,而且我父母刚刚买了房子 不到两个月就需要再拿出近千万的资金,这确实有点困难 老公,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卖掉 然后购买学区房,如果不够的话,你再补上 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已经计划好了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夫妻共有财产 而新买的房子将会写上儿子的名字 我并不是一个纯良的人,当我爱他的时候 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但是当他背叛我时 我也会毫不留情地要回所有 将婚姻视为一场利益竞争 可以让我更容易忍受这一切 三一沉默不语,毕竟我提议卖掉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而且还将夫妻共有财产转移到了儿子的名下 这是第四步,我怕他开始怀疑 所以在处理完房子的事情之后 我打算保持低调一段时间 斯家侦探告诉我,三一的父亲最近好像得到了一笔钱 可能是王达为了平衡关系而给的 看来,王达真的是很八戒八戒三一了 老公,回家一天吧 孩子都几乎忘记你长什么样了 我已经开始在孩子们面前有意无意地贬低王达的形象 孩子们已经对他没有好感 这样我才能顺利带走他们 晚上,王达居然真的回家了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能够这么有效地说服他 孩子们看起来有些紧张 这让王达感到非常内疚 他一直试图讨好儿子和女儿 不停地陪他们玩游戏 我趁机偷偷拿起他的手机 试图解锁密码 幸运的是,密码是儿子的生日 我迅速翻到他和三一的聊天界面 发现里面全是转账记录 数额巨大 也难怪,每天几乎都在一起 不需要使用微信聊天了 只剩下不断地转账 我截取了好几页的截图 总额数百万 然后,我将这些截图发到了自己的手机上 并删除了发送信息 网络上说 犯罪率将来将会极低 因为几乎一切都有痕迹 都可以被追查 没有人敢违法 在还回手机之前 我趁机将五十万转到了自己的账户上 我没有理由白白拿别人的钱 我原本想转一百万 但是系统提示最高只能转五十万 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 一会儿还可以继续转五十万 所以,在菜上桌之前 我进行了第二次操作 将一百五十万转到了我的账户上 显然,王达办了这家银行的卡 方便给三尼转钱 这一次他醒来时 看到手机上的信息 非常吃惊 他以为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 赶紧联系银行要挂尸 我却颤抖着声音说 是我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要钱干什么 我非常笨拙地编造了个理由 因为我实在不擅长说谎 我说,我看到三尼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包和手表 他告诉我他花了几十万 所以我也想买 他看着我 眼神充满质疑 你是不是在划拉钱 我挤出眼泪 难道得不到你的人 就不能得到你的钱吗 儿子不是你的吗 女儿不是你的吗 你挣钱不是为了他们吗 我流下了两行眼泪 没有了你 还有他 而我只有你 你难道不能理解我的不安吗 王达竟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然后说 今天我送孩子 没想到我还有意外收获 三尼正是逼宫了 他拿着运简单 说是王达的 我照单收下 台蒙问他 离婚可以 但怎么证明孩子是王达的 给我官方检测报告 我立马离婚 你不是拖着不离吗 恶人先告状 快点把报告给我 要不你一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 分量比你重多了 对了 你婆婆最近身体不好 去表现表现吧 我就不去了 窗外雨声轰隆 电闪雷鸣 婆婆感冒了 我懒得去事后 我不断地用各种方法 掏空了王达的现金流 别小看包包手表之类的 今天十万 明天二十万 也是不错的收入 大致算下来 手里动产不动产 也有两千多万了 就等最后一击 三一很快就递过来一把刀 肚子里 孩子和王达亲子鉴定报告 我正式向王达提出离婚 因为他婚内出轨 我要求分割公司股份 听到我的话 他眼神阴逸 聚集狂风暴雨 我坚定地迎上去 没有一点退缩 这是我的第五步 他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 我把他锤得死死的 不给公司股份 那就一次付清 两个孩子的抚养费 他的现金流 已经被我和三一掏空 所以他拿不出 同时我起诉三一 归还两年多王达 送他的房子 礼物 甚至现金 总体下来 也有六百多万 关键是 他转给他爸挥霍了 根本还不起 只能指望王达 王达自己都焦头烂额 这是我的第六步 王达像不认识我 似的瞪着我 你怎么变成这样 这是什么话 我就该逆来顺受吗 我笑容璀璨 还不是拜你所赐 十年辛苦付出在你那里 就变成没能力 你一天都没尊重我们的感情 和三一在一起 连骑马的脸面都不维持了 还好我算聪明人 瞬间就把你从我心里摘除 男人眼底心红 信不信我会反诉 让你拿我的钱都吐出来 我擒起嘴角 根本不在乎 王达 我身后是孩子 你动不了我的 就别威胁我了 三一拿不出钱 也不想卖房 让王达想办法 我没忘给 他的亲戚朋友 及合作伙伴 发了他出轨两年多的证据 包括三一骚扰我的证据 忍辱负重两年 所有人都对我拘一把同情类 没人愿意帮他 被法院强制执行那天 王达堵在家门口 让我撤诉 我一个过肩摔 用了毕生所学 全部力气 把他四仰八叉摔在地上 那一刻心里掀起一场海啸 我静静站着 俯视着他 起唇 终于说出 做梦都想说的话 垃圾 三一原形毕露 起诉王达骗了他 还说第一次是王达强奸了他 警察问 当时为什么不报案 他说是后王达 给了他五万块钱封口费 警察又问 现在怎么又想追究了 而且你们一直关系没断 因为他现在没有钱了 警察气笑了 这么毁三观的事 可能也没遇见过吧 法院没有立案 说证据不足 但却盼我们离婚了 我拿到了公司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我聘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 帮我打理 王达继续经营公司 只是在没有决策权 也没有现金支配权 他跪在我面前祈求原谅 迟来的深情抵草剑 我满眼鄙视 一直没机会告诉你 你出轨的每一天 我都觉得无比恶心 就好好给我打工吧 毕竟我和父母住着大house 还拿到了孩子的监护权 相对于别人 他应该也能尽心尽力 熟门熟路吧 离婚后的日子格外快乐 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孩子 照顾父母 周末陪孩子学画画 钢琴 骑马 六汉兵 跳芭蕾 说实话 结婚后 一直紧绷着自己 害怕稍有不慎 带不好孩子 事后不好老人 活得比考大学还累 现在 我有大把时间 在微风中闲逛 穿过街市的喧闹 走向海市蜃楼般的公园 看着小情侣们打情骂俏 体会着生命的充实与美好 那天 阳光很好 微风不燥 接儿子和女儿上完马术课 我看见了新来的老师 他身材很高 眉清目秀 笑起来牙齿很白 眼眸很干净 整个人都是阳光的味道 第一眼就春心萌动 爱情萌芽 悄悄上前 荒唐地问道 能和我做朋友吗 虽然我有两个孩子 大了你很多 他弯了弯眸 像一轮明月 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有钱有闲的日子 当然要过不一样的人生 成年人的世界里 不过度期待任何人 也不高估任何一段关系 当把期待降低时 我发现 人生所有的遇见都是馈赠 比如眼前人 走了两步 传来他的声音 我考虑一下 呵呵 考虑吧 同不同意不重要 重要的是感恩遇见 感恩馈赠 感恩经历丑恶 我依然相信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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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欲